夜幕降临 在这个坐落在广东的潮州古城中 一位姑娘 走进了小巷深处民宿的大门 姑娘一袭大波点的法式裙 戴着黑色的大毡帽 以言不发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又似乎已经找到了什么 你若在大街上看到她 一定会不经测研 但在这里 她却能和民宿的法式洋楼 古典装潢完美结合 她或许是来自异乡的过客 或许是漂泊至此的旅人 她是何故逗留于此 又将何时再启程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里 每个角落里无不显现着的精致 擦拭的增量的骨气 民国初年的自行车 天台上的茶香气 或多或少能在她的心中 带来些许慰藉 她所寻觅的 或是她日擦肩而过的故人 又或是放下一切的勇气 或并不是谁能给予她的 又或是她心中早已明了的 一段旅行谱写一个故事 一段回忆醒无一番道理 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在这短暂的休憩中 寻得了内心所求 但我想她一定寻回了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是否在这短暂的平和与宁静 是否在这短暂的平和与宁静